我們現在要進入這一局的冠軍老人殺 各位手邊都有OPPO R11拍照手機 我們要依次觀察各位的表情 因為你們要從手機當中看看自己分配到什麼身份 首先一號馬東 眼柔 眼如晶 看好 好 階外 麗晴天 晶晶 晶晶眼鏡有反光耶 晓晓 看好 點了三次 確認了 確認了 郭啟琳同學 好 再看完 看好了 各位 岳雲鵬先生要看他的角色了 返回 各位都知道自己的身份嗎 我們要進入天黑囉 好 各位 天黑請閉眼 狼人請睜眼 狼人請睜眼 請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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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獵人請閉眼 各位天亮了 各位天亮了 OK 睜開眼睛囉 昨晚好像有人遭到襲擊 所以要離開我們的是 6號 是晶晶要離開我們嗎 這比法官的聲音真的很大 沒有啊 晶晶你要走啊 我也不過就是打擊來的早一點而已 太久走了 對呀 能殺咧 我是預言家 啊 我是預言家 那你要告訴我們 我掩的是2號 他是好人 我發了好人 所以我絕對不是村民亂跳一個 要不然我發的肯定是茶沙 他是好人 我掩的就是他 我覺得名這麼準的 誰會殺我 馬老師一直不喜歡我 我是知道你 你知道原因嗎 哈哈哈哈 有很多 哈哈 我覺得4號也是 因為4號名人特別準 一刀就把預言家給刀了 嗯 月月你不會吧 你不會 他不會 不會啊 有可能啊 那我覺得他不會了 哈哈哈哈 但是有一個點 我不知道是因為助理法官說太早了 顏如今聽到了還是什麼 一說那個顏如今就對著我笑 笑得好開心 因為他想跟J.Y.玩想了很久 就是他非常喜歡J.Y. 就是他一直想跟J.Y.一起玩這個遊戲 但是我聽到 哎呀哇 我就看到 哈哈哈哈 我心想 他一直在想 我殺咧 殺咧 你一言講完了嗎 我還能再講些什麼 你要關注記住我 記住嗎 你坐好了嗎 我好了 算好了 來 緊緊離開我們吧 拜拜 他驗到這個好人 黃老師你們別再殺我了嗎 你可以跟J.Y.在好人嗎 好慘啊 這個 所以我要第一次發言了 頓時感覺到一片親近 我覺得狼人 不用我們又帶我們的來賓 還是讓他們晚一點講話好了 所以我們還是從這邊講起 讓他們有多一點考慮的時間 顏如今 我開始嗎 你第一個講 好 我這一局是一個好人好人 好人級好人以上的身份 就是不是一般的人 對吧 反正你們也知道我 我不一般對吧 是 是 好人他絕對是好人 對 我覺得能抿 就像金金剛才說的 能讓 如果他是真的愚言家 我現在是相信他是愚言家的 因為如果他作為一個好人 他沒有必要殺這個黃 說保二號 他也不像是一個會保二號的人 對吧 他平時 這個是成立的 但他平時很喜歡幾對二號 對吧 所以 他是真的愚言家的話 會一刀就刀死愚言家的 我相信JY的可能性最大 我第一個懷疑的對象是JY 如果真的是JY把金金刀了的話 金金應該會哭死在後台 對 所以我先懷疑JY 然後看看他怎麼說 收到 JY有什麼要說的 一定不是狼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 即使我是狼 我知道六號是元家 我也不會第一天去刀他 因為 首先大概率女巫第一天會救人 我不知道誰是女巫啊 因為女巫肯定第一天會去救人 那如果我已知六號 他是個元家 我還要刀他 女巫站起來說 我把六號救了 那豈不是他的元家坐實了 所以通過這個邏輯 我一定不會第一天刀元家 我玩這個遊戲一定 如果我是狼 我一定第一天就把女巫刀了 但我不是狼 我也不找女巫嘛 不過我覺得三號他 這個發言像是好人 我所有人的發言我都沒聽 我聽完三號發言 我感覺三號應該像個好人 因為他是一個好人的視角 他在找狼人 雖然他說我是個狼 但起碼他是在為好人做事的 嗯 但是我是一個好人 二號是個好人 那因為二號是死去的元家 發的一張好人牌嘛 所以那二號一定是好人了 那如果一會有人說 說這個自己是元家 那六號是死刀的狼人 那就那我們再聊 至少現在來講 我們知道二號是好人 三號我聽下來 像是不錯的 那我四號是個好人 那從位置這個概率來講 一號和五號裡邊 這兩種排名 比較大的概率會出狼人 所以這一輪我建議 我建議在一和五裡邊來選出 我會著重聽一和五兩個人發言 嗯 收到 請天 換我說話 這位才我根本都不搭理他 因為真的不關我的事情 那麼在場 如果沒有人跳預言家的話 精進這個預言家就是坐實的 所以等一下也不用聊二號 因為二號就確定是一個好人身份了 那三號如今呢 他這一把的發言呢 非常的好 他說他認好人及好人以上 所以不管他發言怎麼樣 基本上我也不會去考慮他 現在JY才我 我也重點懷疑JY 因為就像大家所說的 精進死了 JY一定在狼坑裡面 而且JY剛剛的發言 其實並沒有 我其實秀不出來 有任何關於自己身份訊息的事情 我覺得有點在隱瞞自己的身份 那我說我這一把的身份呢 是一個好人好人以上的身份 我就不說太多 因為預言家死了 好 過 收到 蝦蝦 我覺得精進就是 他的那個預言家身份 其實我覺得是不用去考量 會不會是自殺 然後丟個金水 我覺得這個特別不靠譜 如果自殺沒有救的話 那應該給個茶沙 我覺得是比較划算的一個買賣 所以我還是比較相信 他是真玉岩家走的 他如果是真玉岩家走了 那就只剩下兩個神職 3號 5號都說自己是那個 好人以上的身份 我也是好人以上的身份啊 你啊 那說明我們三個人 肯定有人在說謊啊 是 對 然後我覺得 然後5號剛才說一句話很對 他覺得如今的發言 非常的陽光 我也覺得他發言很陽光 那我覺得就是你在撒謊 所以這把我踩的是5號 還有因為我沒有看JY之前的節目 或者遊戲 我在想有這麼神嗎 就是可以憑概率 然後就是什麼做為什麼的 就踩1號跟5號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是神職 所以我們三個人 肯定有人在說謊 然後我聽一下 我覺得5號在說謊 嗯 好 麒麟 又到我了 嗯 根據我的判斷啊 這個 我覺得蕭德說得對 這個 金鏡應該確實是個預言家 嗯 那麼說 假設他是預言家 那2號肯定就是一個好人 2號是好人 3號不用理解 肯定是個好人 然後呢 我覺得 雖然說他們倆人沒發言 但是說句實在話 我還是對我哥 還有我大爺不太放心 尤其是我大爺 真的 我覺得我大爺特別的 你大爺有什麼可不放心 哈哈哈哈 讓我出來我出去可招別人 你了我 老大爺 哈哈 我就我就反正 因為我覺得啊這個 我我哥這個人 我比較了解 我們哥倆這麼多年了 他這個人 會藏得很深 他他會藏得很深 然後裝出一副 人畜無害的樣子 嗯我沒有啊 我根本就不會玩啊 然後到最後 他是狼人一個一個把咱們都咬死 嗯 這是一種可能性 所以他剛剛說他根本沒有聽明白 這也是裝的 這有可能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還有還有我大爺 因為咱們都是幹這個的嘛 是吧 我比較了解相聲演員的這個習慣 我只是只是抱一個懷疑他 因為他們倆人還沒有說話 沒有沒有說 我也我也沒有沒有沒有很彩 我就輕彩一下 就是他們倆人有可能 他們倆人可能會有一個 然後然後這邊的呢 我覺得JY也特別有可能 JY嗎 對對對 因為他太會玩了 我覺得有這麼一個太會玩的人 在場上 對我們這些不會玩的人 是一種傷害 所以說 他討厭 嗯 上下的 目前我沒有什麼太多的信息 你自己要講嗎 我自己 不用講 因為我第一宿都睡著了 我就根本就沒有人叫醒我 我是一個普通人 我是一個村民 我還是一個良民 良民你們想必已經明白了 是吧 就是一個很好的人 但不是在好人之上 就這樣 收到 我想問問 就是預言家可以自殺嗎 他的功能 他的功能 他的能力當中沒有殺這件事情 他的能力 他的預言家只能夠查別人是什麼身份 他能力當中沒有殺人這件事 我覺得大林有一句話說 對 就是有一個會 特別會玩的 讓我們覺得很危險 讓我們覺得不舒服 受到威脅 對受到威脅 他們說才5號 我覺得5號 從照片上看 我覺得5號就是帥 開始照片了 就是帥嗎 就是帥 我們沒問這件事 你要投他我 我捨不得投 收到 那你本人 如今姐她肯定是特別棒 對 如今姐肯定特別棒 然後 我說一開始的一個疑點吧 您說天亮請睜眼的時候 對 然後說誰被殺死了 我第一感覺就是馬老師 你看我一開始我就在看馬老師 我覺得馬老師肯定是被殺了 為什麼 哈哈哈 長的就是就是 臉上 臉上 死到嗎 就招肚 沒有想到死的不是他 對 沒有想到死的不是他 死的不是他 但我覺得2號挺 會不會是你晚上 2號挺漂亮 他們誤會 我說會不會是晚上 你比我這個號的時候 他們誤會 這不太實用 什麼什麼號 他說你是狼 你比那個號碼的時候 比的不夠清楚 所以我們讀錯了 所以我們讀錯了 他在栽贓 太狠了 太狠了你們 我覺得 兩個狼開始演戲 你看 2號 是嗎 你覺得是這樣嗎 愛演 平常無法同臺這個機會演一下 你本人是什麼 什麼 你本人是什麼 我本身好人呢 我該知道真實是吧 你沒講啊 我覺得 一開始死的應該是馬老師 沒想到馬老師沒死 沒有人問你 誰該死 你講這幹嘛 我是好人 好 那你現在覺得他沒死他是壞人嗎 是吧 但是也不一定 我懷疑2號 哈哈哈哈 那個妹妹 對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就高興 高興 收到 我現在比較確定 弦樂魚應該是狼 是不是 但是 是個什麼 是狼 但是我不太想投他 我想看他繼續那個演下去 繼續你的表演 為什麼 因為剛才法官大人問他說 我跟他說 我們會不會你們半夜 比號的時候人家看錯了 然後他說 什麼意思 一個相聲人 不可能 聽不懂 這句話的意思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在反應 我應該怎麼反應 他是出了名的反應 快 我真的好希望我是狼 不會 因為我萬一是個平民的話 他說這話 萬一是個平民 就是我萬一是個平民的話 到最後怕我是平民 他說的這些話顯得我特別傻 你知道嗎 我是個狼 我才能證明我剛才演得好 你看嗎 法官大 你看這個邏輯他都能反應過來 剛才那個他反應不過來 但是你是流狼 就是要留下來的那個狼 然後我說一說 我覺得另外一匹狼 是七號肖肖 因為什麼 因為肖肖只要一帶那個表情 就說我都是神 我還沒說什麼呢 就這個抖尖的那個動作 只要一上了 大概率是兩個 哎這個瞬間就 就不見了 所以 他在 只是我的一個判斷 所以你找到兩證是吧 我覺得他們兩個是吧 覺得而已 然後你呼籲大家 你是好人 他是好人 你呼籲大家留下小月月 小月月 對對對我會 我會目前不出意外 我會投給肖肖 但也只是我個人的一票 然後我覺得六號 應該是語言家走的吧 然後給了二號好身份 我覺得二號應該是一個好人 那你本人 我 我是一個 我覺得因為一個語言家已經走了 所以所有的平民和所有的好神 都不要說自己的身份 所以 不說 我就是那個角色 你們猜吧 好 言柔 換我發言 那個我相信六號 金金是那個語言家走的 因為我這裡確實是一個好身份 然後我 因為大家都踩了四號JY 但我聽了一輪下來 我發現踩了他的有三號 五號 八號 九號 那這樣子我看不出來 就是 他還有什麼 那個 你知道 就是 值得留戀嗎 就我覺得幾乎所有人都在踩他 所以我反而相信他可能 有可能是個好人 然後我這裡比較懷疑的是七號 因為我覺得 剛剛前面三號五號 他們說他們是好人 即好人以上的身份的時候 他就是 那我也是一個好人 即好人以上的身份啊 那你們一定就有個人在說謊嘛 我就覺得他整個 就是非常劇情 然後非常戲劇化 然後非常緊張 所以我覺得 就在我這裡 我會比較想要投給七號 他上來就很劇情 也不是今天開始的 而且我竟然被他說緊張 我多難過啊 都講完了嗎 可以投票囉 好 各評本事囉 拿起OPPOR13拍照手機 投出你們覺得這一輪 應該要讓他離開的人 投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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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好了嗎 封面顯示出來吧 馬東是7票 因為我投給了燒燒 魯金投給JY JY投給七了一票啊 那一票啊 那就是最後 我的那一票決定誰走了 因為他們都處於平等的狀況 沒有 沒有 有嗎 沒有人投入金 沒有人投 沒有 那我們兩個來決定 好高興啊 您就投入金吧 到時候 陳馬東你投晴天 你投顏柔 哦 你剛剛講了半天 結果你投顏柔哦 嗯 你想跟他聊聊 好 你不用 我不用 是顏柔嗎 顏柔你 你可以找一個人 跟你食指交扣 然後說出PK的立場來 找剛剛有被投到的 有被投到的人 你要選誰跟你食指交扣 來 走 好 嚴柔 嚴柔 我特別想看她的髮 嚴柔跟小悅悅兩個人上PK台吧 請你們面對面站好 请秉翔帮我监督他们两个人 好 颜柔跟岳云鹏两个人面对面站好了 请伸出手来 食指交扣 深情的眼神凝视着对方 好 颜柔你先说 你的立场是什么 我先说吧 颜柔先说 我先说 你先说 好 岳云鹏先说 好 第一 我来这个饭局的诱惑 你看着他 第一 我来这个饭局的诱惑 钱已经给我了 我再多单一分钟 多单两分钟都没有关系 第二 就是我能跟你狮子相扣 真的 我已经足够了 别的 别的 别的没有任何款式 就这个 好 那我们今天颜柔要对 既然你已经足够了的话 你就认狼吧 我不是狼 我不是狼 败出你了 我不是狼 败出你了 我这个狼 我如果是狼的话 我看你的眼神就不是 就是不对的 他可能不是狼 哦 色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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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颜柔你唯一要发言的立场就是他不是狼是吗 啊 我觉得他 我们俩肯定是有一个要走的对吗 不一定要 是 因为还有别的人啊 你俩两成对 可是我就是好人为什么你要投我呢 我觉得你不是 这个在在在这个游戏里面不像是好人 但实际上 好人 实际上你肯定是个好人 而且 你太美了 你太美了 哈哈哈 你默默够了没啊 我们可以换别人PK了吗 下来吧 下来吧 可以了吗 可以了 讲完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 哈哈哈 讲完你 讲完牵着手下来 牵几顿手把他带回座位上好吧 谢谢 所以两个人PK 只是两个人不想伤害这一方 对 所以他们两个是要说两个人都是好人的意思吗 反正他们好像给我们的信息 就跟动了球似的 就是 啊 只好这样 哈哈哈 那 JY 我先说吗 嗯 呃 我觉得 三七八 嗯 三号七号八号 我投了八 为什么呢 我觉得八号 他现在打得坏队 他打了一号打了九号 就是八号说九号不好 说一号不好 嗯 我觉得八号和 因为跟八号玩过嘛 嗯 八号的状态有点像之前拿狼人的一个状态 哦 所以我是投票投了八号 嗯 因为我首先说我自己嘛 我先把自己聊清楚了 因为我一定是好人 为什么呢 嗯 因为 嗯 很多人开始都踩我嘛 首先六号 他一言的时候就说我不好 嗯 三号呢也说我不好 到五这块呢 五号也说我不好 到八和九也都说我不好 只有一个二号 说我还不错 嗯 但是因为二号他一定是好人 所以我跟二号不认识 嗯 以及我跟厂商的其他嘉宾可能都不认识 嗯 所以我一定就是好人 因为我如果是狼人的话 不会有这么多人都说我不好 嗯 肯定或多或少 会有一两个人说 就是来捞捞我 狼同伴会掩护一下 对出来救救我嘛 对吧 这是一个最最最最最基本的常识 嗯 唯一一个救我的是二号 但这个二号呢 他一定是好人 因为他是六号发的好人 原家认证过 对 所以我觉得九号也不要说二号不好 因为六号一定是那个能够验人的原家 那我改了 我改了 我已经改了 对对对 所以我刚才离那么近 立场太不见见了 所以现在改什么了 我改了 改好了 心里有底了 嗯 差不多了 所以我想 我这轮想出八号 我觉得大 有可能 我觉得八号是一张蓝牌 那你不能投票 我知道不能投票 那 只有一和三 他现在讲的是他的深论 对 然后三号这边投的是我 对啊 你还觉得我是 那我又再投你一遍 嗯 那那怎么办呢 因为 因为你 因为你如果是张老人牌的话 你一定会把我一张好牌投出去 的 所以 那没办法 你只能说这个票行的问题 嗯 但是呢 我是张平平牌 我 假如不幸出局呢 对场的情绪也不会特别有损失 是因为走的是一张神牌原家牌 再出一张名牌你还可以接受 但我希望能够信任我 但只可惜能投票的人 只有两个 对 我也只能说这么多 OK 嗯 你也有 你也有 我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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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八号投了我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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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全部认神 对吧 都不要来碰 先不要来碰神 因为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的身份 我不知道3C里面谁是神 嗯 保险起见我不碰 OK 在发言里面呢 八分九选一个 刚刚九号发言特别不做好 所以我投给了九号 嗯 但是刚投票票行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 九号 大概率不会是一个狼人 嗯 如果九号真的是一个狼人 他不会挂到北延柔 嗯 那是一个太 太成为焦点的事情了 太逃打的事了 对 而且颜柔他就是一个好人 嗯 狼人不可能就挂票给颜柔 嗯 所以这把安全起见 我的狼坑啊 呃 三七里面也许有一狼 嗯 也许有两狼 那JY还在我的狼坑里面 我没有投他 是因为我发现 听完一轮下来之后 没有任何人要跟他站边的意思 嗯 所以我先留他一下 收到 这把如果我要投的话 巴跟JY他现在认名了 嗯 那我就一定会挂票给JY OK 如果我可以投的话 好 好 我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这票会挂给马老师 然后我跟你说 我现在非常的不理解精进 他晚上验人 第一个为什么会去验二号 我真觉得很奇怪 现在给他一个精髓的身份 瞎头 他现在已经不在 你也不用找他换 不是 因为我跟你说 幸好这把一号没有把票投给我 不然我就出了 我跟你说 其实这一把我听完之后 我本来以为马老师会投我 然后我为什么要投他 是因为他刚才通过我的动作 然后来踩我 而且我是一个抱了神的人 我觉得你这个 就是你这个动作太冒险 然后紧接着二号又来了 如果二号没有精髓身份的话 我现在一定会死采二号 但没办法 愿家给了他精髓 然后我刚才听了 四号跟五号发言 我就去把五号毕除了吧 他发言前言不达后语的 他还说什么 说我们三个人当中 就是有可能就是都抱了神 所以我们三个人先不要碰 然后完了又说 三号跟七号 可能有一郎又或者有两郎 然后最后归票 他又归到四号还是八号 就他说了一堆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要保人 还是要踩人 一会又说不碰我们 一会又说我们当中有两郎 然后他还说什么 我不跟JY站队什么 但是我要先放他一下 然后我觉得就是 他讲的话完全没有逻辑 而且其实你们现在不用考虑 我们三个人到底谁是神 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 出来跳神的 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也不见得就是坏人 所以我觉得你们 如果要敏的话 我觉得五号这把毕除 我刚才投马老师 就是因为我觉得 他通过我的动作来猜 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合理 然后现在我听完五号的发言 我觉得五号铁吧 过 然后到我了是吧 首先我得先回应一下 这个四好朋友 你可能跟我玩的还是太少 其实我完全就是 在第一轮的时候 就是凭借这个主观意向 去判断一些的 我可能就是跟我两个好朋友 我们就随便说一说吧 说因为我毕竟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也都不知道 我跟大伙也不老认识的 我上来逮你们踩 我也心里过意不去 所以我先找个熟人踩一踩 当然你看后来之后 证明我哥可能还是一个 没有什么太大作用的一个人 不是就是他 他可能不是个狼 就是你的作用杀不了人 杀不了人在我看来 就没有什么太大作用了 是不是 而且我刚才已经认定 这个金镜就是预演家了 是不是 所以你讲的是说 你不得已选了熟人来踩一踩 我一开始就是随便一说 但是从刚才你看这个 四五七他们三个人都在互踩 他们都在互踩 但我觉得四五七肯定得有一个了 至少得有一个了 因为这刚刚刚刚死了一个人 什么还都没有发生 只不过这一局 因为每个人只有一票 每个人只有一票 很巧妙 所以说没有投死人 大家迫不得已 用已得到的很少的信息 再做一轮 那他们三个人 居然还有那么多话可说 那JY可能是一个资深问家 那当然他哪怕他知道不知道 都能够编出那么多话去说 是吧 你看这五号跟七号 加上这位 他们三个人 反正我觉得比较可以 我想问一下如今 就是如果我也可以投票的话 你同不同意咱俩这一轮 如果我可以投票的话 咱俩应该投出去一个人 要不然好人就 我同意 我这把肯定得投一个人 你投一个人是吗 对 那你觉得刚才萧萧的发言好吗 我不怀疑他 其实我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惑点 在那个岳老师身上 你为什么投他呢 真的没有理由吗 我没有理由 我本来想弃拳的 那你相信六号吗 金济你觉得他是一员一样吗 我不知道 他就是想聊一下二号 他就是想PK 就是想PK 对了我就想站在那个台上 想十字紧扣 对这关系什么事呢 你不高兴 你现在还觉得 岳老师是不是狼吗 其实我还觉得他是狼 不是我的我的 如果你有票你投谁呢 我说完了 你有票你投谁呢 你就投萧萧 对我要是有票我会投一下 因为刚才萧萧那番话说得懂 好 你说完了 你说完了 现在大家都要把命运交给 严如今一个人决定了 如今 你投下这一票 这个人就会离开我们 感觉我投错了 我就被网络暴力了 如今投好了吗 非常罕见的局面 然后一个玩家投一票决定那个 就是杀一个好人的报囊 够划算 如今投好了 桌面请显示 严如今投给 严如今投给了JY 好 JY 你中选了 你要离开我们了 有伊燕吗 他有伊燕 JY请说伊燕 晚上把9号召掉吧 9号应该是张女巫 对 因为 因为 我特别清楚记得 9号 6号死了之后 9号说6号死得挺冤的 当时不明白9号是什么意思 后来当1号跟9号互动的时候 9号 我们 呃 我听到9号和1号 在聊宁首次问题 我感觉 我猜测可能9号觉得 9号说死的 说第一天死的应该是1号 那什么1号没死呢 我觉得有可能是9号 以为第一天知道是1号 所以呢 6号死了之后9号会死的 他说6号死挺冤的 他以为第一天吃到是1号 所以他一定是张 知道谁死的牌 他又不在我们狼图办里面 然后9号又说 9号又说 他假如是个普通村民 那说明 首先他不在我们狼队里面 他一定是张好的牌 他说自己假如是张村民 他说明他一定不是张普通村民的 所以他要么是个猎人 要么是个女巫 他又知道夜里死的号码牌是谁 所以他一定是张女巫牌 9号女巫刀了 他的解药就废了 他能选择读一个人 如果恰巧他读的是我们的狼同伴 那第二天起来 狼人能够再活一天的话 去把猎猎刀了 猎猎应该是明朗烈的 然后做完排到这吧 先刀9 再刀7 你也已经讲好了 GY我要送你走了 椅子坐稳 坐稳 GY 拜拜 GY 拜拜 各位天Paylor 请不上演的吧 狼人请睁眼 狼人要袭击的是 狼人要袭击的是 男人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女巫遭到袭击的是这个人 女巫你有解药你要用吗 女巫你有毒药你要用吗 女巫请闭眼 预言家请睁眼 预言家你要查验的是谁的身份 你所查验的这个人他的身份是 预言家请闭眼 天亮了各位请睁开眼睛 昨晚有一个人离开我们 离开我们的人是九号月云鹏 你不能发表遗言 昨晚不会玩呢还 好 我们跟月云鹏说拜拜咯 月云鹏拜拜 好 因为是重要的来宾所以呢 虽然离开这个游戏 可是不用离开这个桌子 月云鹏已经挂好牌子了 门打开我们请月云鹏先生回到我们身边 好 谢谢 哎 这么多人挂这个牌子没有比他更像 结果还挺有美 哎 不是我为什么再回来呢 我可以走 我可以走了吗 哈哈哈哈 不行 通告费能是这么好拿呢 我就想想 不是 我想回家了 天哪 我的车 不高兴了吗 不是 我就不好玩 哈哈 你不能再对游戏发表遗见了 可是你可以跟我一样睁着眼睛看大家玩 所以此刻开始你就揭晓了 好 好 好 所有人的身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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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情呢 马东 我先说吗 你先说 嗯 JY是狼走的 如JY所说 如果月云鹏是女巫的话 那月云鹏就是昨晚被杀 嗯 然后昨天晚上 说你有一瓶毒药 我们用的时候 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嗯 那就如果是月云鹏 他就有可能是不知道自己该 因为他用解药救不了自己 然后他就会去想说 要不要毒死谁 最终没有第二个死者 那大约是他没有用毒药 这是一种可能性 嗯 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不是女巫 他不是女巫 月云鹏死了 那个人没有救月云鹏 嗯 甚至有可能也把毒药毒检查 就是狼人也杀月云鹏 女巫也毒死月云鹏 女巫解药还没有用 对啊 女巫会知道谁死 会 知道吗 所以狼人先刀的9号码对吧 哦他就不会再用毒药了是吧 他担心的好人 嗯 然后我这里怀疑5号 因为5号刚刚是单票飞了9号 然后9号我们刚刚都大家都有点怀疑他是狼 但他现在可能明显是个好人走的 所以我觉得这5号的身份是蛮不错好的 嗯 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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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为什么会单票飞 就是坚持把JY带走 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好人 我觉得他不会不会抿错人 就是他他猜人的身份猜得这么准 那他猜错的唯一可能就是他是狼 所以他得污我 所以在我这里我唯一能确认的就是他肯定是狼 所以我把他投走了 但他他走之前留下太多信息了有真有假 毕竟你看他每一次走都会抱狼就确保他的狼都有还有点东西做 第一他把9号当成是女巫的牌 其实我不认9号是女巫牌 然后他9号他说9号是女巫的时候 他同时污了一把马老师 因为他说9号岳老师是女巫的那个同时 他说是马老师跟他聊 到底是6号还是1号你是不是看错手势了 其实马老师得是睁眼睛夜晚的人才会猜想到小岳岳看错手势了 所以马老师肯定得知道谁死了他才会觉得61 或者是知道他可能是女巫的身份 所以在我这里马老师是刚才JY想要透露9号可能是女巫的时候 不小心透露出来的狼同伴 但他又在说7号是猎人 我在想如果我是狼 我会不会把所有的神都点完出来 还是我会参一个狼队友里面让大家以为他是神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相信肖肖是真的猎人 我唯一现在相信的是2号我自己本身跟8号 为什么我相信8号 因为在一票单票的时候他坚持要投8号 想让我投8号代表8号跟他肯定不是一个阵营的 如果8号是他的狼队友他不会这样做 所以8号在我这里肯定是好人 所以258我们248我们三个是好人 剩下的都值得怀疑 然后马老师在我这里怀疑面最大 现在 然后看看57怎么说 OK 今天 首先我莫名其妙被颜柔揮到廊上面 我还是不搭理他 嗯 那个 这把不是我的曲 真的不是我的轮子 我这把不适合跳身份说话 真的不适合跳身份说话 OK 因为考量到JY刚刚的那个发言 其实我觉得身份已经太好猜了 现在有几个可能性 第一是女巫还活着 第二个是女巫死了 9号月老师有可能是女巫死了 所以她自己没有办法自救 同时她也没有办法 也不知道该读谁 所以就什么都不用就走了 那也有可能是女巫觉得 这个9号应该是JY要保的一个狼队友 有这两个可能 所以考虑到9号的身份未定的情况下 我建议这把不适合跳身份 那如今这把应该是要带队的 那我要跟你说这把不关我的事 你刚分析的没错 所以你要在17里面找 我也不相信小小是猎人 OK 好 小小 好 从上一把开始到3号发言 5号发言 包括到我7号发言 我们三个都是跳了绳子的 好 接下来就是预言家死了 然后所以我说排斋的话 肯定有人在说谎 其实我其实是想扎身份的 结果到这一轮的时候 他们两个都不提跳绳的事情 那我来提好了 我退身份 我就是个平民 好 对 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占绳坑 很简单 死了一个预言家 我肯定要占绳坑 这就是为那个绳子挡刀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因为3号的身份不用命了 他只有一票投死了一个狼 所以我觉得没有这么玩 盗勾狼的 所以3号身份肯定是做好的 5号你到现在你都不退身份 我就搞不清楚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了 然后还这个不碰那个不碰的 然后1号这一轮也很奇怪 一上来就说什么 什么信息都没给 说我听大家的发言 这把我重点怀疑5号过 收到 我和如今想的基本一样 2 3 8 我们这三个人基本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因为死了一个神 所以说狼的目标 肯定主要都在神的身上 因为杀够两个人就可以结束比赛 所以说一直对2号 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动向 说明2号应该是一个平民 他应该什么都看不到 然后我也是一直认为 5号和7号比较有嫌疑 我为什么现在觉得 马大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呢 因为我觉得他的发言 现在变得不太多了 如果是狼的话 我觉得应该要捕获人心 他应该要说很多很多的话 可是马大爱却一直吞吞奴土 我也犹犹豫地 不敢明着指出一个人 然后我也认为 我哥应该不是一个女工 因为我对我哥的了解 如果说他死了 他也自救不了 他临走之前应该会毒死一个人 他无论是谁 应该会毒死一个人 有可能毒死我 唯恐天下无事 对吧 应该会这么做 挂了挂了挂人 没给你打电话 所以说我认为 在五号和七号之间 肯定有一个事 而且我也认为 四号临走之前所说的 先刀九号再刀七号 很有可能 这个九号是一个好人 而七号是他想掩护的 一个狼队友 但是呢 我觉得五号的发言 他说服不了我 所以说我觉得 他们两个人 都很大的嫌疑 但我第一轮票选的是晴天 所以我觉得可能晴天 要狠采一些 然后晓晓青采 就他们两个 收到 那你不能讲话了 好 那你也不能投票 我要求一个补充发言 可以吗 我觉得我现在有点相信 晓月是女巫 因为我想想这个局上面 如果她不是女巫的话 其他任何一个人 大约都会救她 因为 她狼自杀的可能性 是很小的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她死了 是谁是女巫 都应该会去救她 不然也太不上道了吧 对 而且她没有获救 那就说明 她可能自己是女巫 那如果她自己是女巫的话 那狼坑就比较明显 我不排除 言如今玩 完全盗钩狼的路径 就是她把JY投出去 坐实她自己这一把 彻底好身份的角色 她跟JY是有可能 打出这种配合的 但是我们把这个列为 最后一种可能性 第二是我觉得JY 跟我们这一局的人玩 她不太会用非常 极端的手段 极端的和非常高段位的手段 去迷惑 因为很多人听不懂她说什么 所以她会直接地说 应该怎么样和应该怎么样 对 我觉得她会给更直接的命令 这才是一个狼 在这个局里面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目前的焦点 还是在五七号成长 然后这么多人要投五号 我也会投五号 我说完了 好 那结束了 我们要投票了 小悦悦因为挂着牌子 不能够投票 其他人可以投票 好 各位投好票了吗 投好了 桌面请显示出来 李晴天 李晴天 好 晴天得到了四票 另外麒麟得到了一票 马东得到了一票 所以晴天你要走了 晴天你的一言是 我相信场上一定是两狼 因为JY走了 JY是狼 马老师一二三我都不怀疑了 然后 现在狼坑就是七八两狼了好吗 我不知道女巫在不在 晚上七八里面堵一个 白天七八里面随便票一个就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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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可以吗 这是我的一眼 好 一定要这么做不然好人就输了 好 抓紧你姿 李晴天拜拜 我走了 拜拜 拜拜 再见 我讲一件让你高兴的事情好吗 可是李晴天走了是不可以回来的 挂什么板子我们走就 好 刚刚大家在研究 月云鹏是不是女巫的时候 只有琴天讲了说 你这位师兄不可能自己救不了自己 还不带走一个人 这个太不合理 不过他的 你马大爷的推论跟你不一样 他觉得可能是有这状况 因为其他人都会救他 唯独他无法自救 这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得到两个不同的意见的讯息 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夜晚了 挂牌子的人不需要闭上眼睛 其他人请闭上眼睛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老人要袭击的是 老人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女巫遭到袭击的是这个人 你有解药你要用吗 你有毒药你要用吗 你要毒的是谁呢 女巫请闭眼 女巫请闭眼 寓言家请睁眼 寓言家你要查的是谁的身份 寓言家你所查这个人的身份 他是 寓言家请闭眼 各位天亮了 展开眼睛吧 遭到袭击的是 8号郭麒麟 你不能够发表一言 麒麟请你离开这个桌子吧 不好玩 坐稳了 不行 我都把安全带记上 兄弟得云覆没 来吧 快走吧 好 麒麟可以走了 哎呦呦 这么快呢 我们很快会再看到你 没有关系 先挨一下烟 我们重新欢迎郭前一先生回到我们身边 你怎么跟瘫痪了是吧 跟我气的 有一种万天俱灰的感觉 好 从颜柔开始吧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一局狼会杀8号 因为如果9号是女巫走的 然后6号是愿家走的话 那现在应该剩一个猎人 然后1237之间 只有3号是跳绳的 那他杀了一个8号 我觉得好奇怪哦 我觉得我这里比较怀疑7号 好 有原因吗 直觉 直觉 收到 如今 这样吧 如果1号跟7号都是狼的话 我们就别玩 你们羞辱我就好 代表我玩得太差了 如果 因为是四人两狼在台上 如果玩了 直接羞辱我就好了 对吧 代表我今天玩得很差 我是个谜 如果不是的话 那我觉得大概率就是7号是个狼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7号不是狼的话 他应该是 因为JY刚才点的是7号是猎人 但是7号 你想 我们不管他是真点还是假点 如果我是他的狼队友 我都会刀7号 肯定赌嘛 刀不到8号身上的 除了7号自己本身是狼 才会刀偏 如果马老师是JY的狼队友 他肯定先刀7 他不会先刀8 哪怕刀我 他都可能 但是刀了8之后 证明了7是狼 另外一个点就是 那如果7是狼 只有一个狼的话 第二批狼应该是5号 就是晴天 晴天从头到尾 他其实没有挂JY 就是他一直到说 都没有说绝话 一直把JY放 他说我怀疑你 但是我放着你 我怀疑你但是我放着你 然后坚持还在跟我说 你可能考虑一下8号 8号应该是坏人 结果8号第二 就晚上就死了 证明8号是个好人 我们俩肯定是好人 这个是你们俩的场次 对吧 如果你们是狼 羞辱我 不要再让我想下去了 不要考虑我现在能怎么想 如果不是的话 我觉得大概率是7号 除非肖肖可以说服我 好 我跟你们说 我觉得我这一把 如果你们真的有在认真地 听我的发言的话 你们会觉得我是完完整整 我就是一个毕业还家的发言 对 然后现在 刚才颜助金发完言 我现在对你的身份 我也觉得很模糊 因为只有2号 她是预言家给的精水 她的身份是坐实的好身份 那没有办法 那剩下的就在我们三个人 现在我不知道是有一郎 还是两郎 但是如果按照 刚才马老师刚才那种说法的话 三四在玩倒勾的话 那我只能说这把颜助金 赢了我也认了 但是我来跟你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上一把我要投那个 丽晴天包括你们很多人也认可我 然后投了丽晴天 我觉得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她从第一把 我们三个就在跳绳 我站一个绳坑 完全是想挡刀 然后大家都站了 结果严如今 我当时不怀疑她 是因为她踩了一匹狼出来 然后丽晴天还不退 所以我投了她 然后现在我不知道 就是她为什么会死 然后完了之后 你们就跟着那个JY 说什么猎人 我留下来就是扛推的 然后我觉得JY会这么丰富 然后让我留下来扛推的话 我觉得她只会相信两个人 就是一号跟三号咯 嗯 好 说完了 然后我现在要听一号的发言 然后我才确定 一号跟三号我选谁 OK 阿东 好 那我就 我的发言就是 就这四个人了 如果两郎的话 游戏已经结束了 无论怎么样 所以 我们现在已知二号是好身份 从头到尾都是好身份 所以在你的心中 狼就在我一三之间 然后在三的心中 狼在一气之间 在我心中 狼在三气之间 然后比较玩的比较深的话 那就是颜如京倒勾狼 那我就真的认 我也认 因为她的一票能把JY投出去 那这个倒勾狼就做得非常 我觉得她跟JY的配合 就到位了 我也想 多好爱她 然后 你觉得我们两人之间 谁更可能是狼 我这么说吧 如果有一票的话 我会投给你 因为我觉得她投JY那一票 真的让我很不下心 去踩她是狼 是吧 所以你是平民对吗 对 我是猎人 所以你这票投给我 那我就投给你 那我还是会投你 因为你这个逻辑 转不回来了 嗯 讲完 嗯 讲完了 投票咯 妈妈是你 你如果是狼的话你就 投票咯 给你 投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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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投票的结果 请选择 三个人投给肖骁 一个人投给老子 输了啦 哈哈 游戏结束了 肖骁是狼 我晚上 我晚上看到 女巫请政的时候 看到日月老师的时候 我很想要解释 这个游戏的规则 给她听 可是 没有办法 好 离开我们的人可以回来了 门打开吧 好 虾虾作为最后一个狼 撑到最后可是没有办法打败 对不起 好人 真的好开心啊 三狼 三连狼 我也是你 都在打斗工 完全没有在聊你们三个是狼的问题 可是你们第一 三个狼第一个好像送走的预言家 应该是意外吧 不会是真的料到他 夹刀位 因为到了六 我们三个可以连续发言 比如我们三个狼 依次发言说 我们打一个人就很好赢的 但是我们狼自己 自己打自己了 所以 你干掉他 只是因为他坐在你们中间 对 就是位置 位置 因为我们以为是这么发言 我第一个 他们两个可以最后发言 我们是想这样要 他可以控制言论了 对 结果没想到 法官没有照这个顺序走是吗 英明的意思是 谁让言语坚开始发言 因为我的原则永远是 让我们的 比较不熟悉游戏的来宾 最后发言 所以我一定是尽量 让他们听多一点 最后才讲话 没有想到 扰乱你的战略 不好意思 还是好人后玩 玩得好 然后刚才我问了月云鹏 说 你是女巫 然后你救不了自己 为什么不顺便 独一个人呢 他说 独了人就不好玩了 对不对 让大家玩久一点 对 这真的是很敦厚的想法 他为什么不救我呢 我不知道我自己做了什么 他连他自己都不救 他也是 他没有救了 他救死人 他救死人 第一个晚上 我说女巫睁眼的时候 玉云鹏睁眼 然后我就说 死的是 他就 哈哈哈哈 很天然的嘛 我很理解 是我我也会这样 越来越多不敢看我了 你后来你说他死得很冤 是你有心中有一丝内疚 觉得 没有啊 哈哈哈哈 没关系是吧 对啊 玩嘛 人生嘛 就这样啊 好吧 不是